全球焦点 抢先知 这里是华人生活网时事解码 华人自己的交流互助频道 今天是美国时间2020年9月10日 我是主播Snow在美国为您播报 欢迎点击视频下方订阅 加入我们 有任何问题您可以在下方留言 新闻播报完我们来一起探讨 当前的时事热点 挖掘更多新闻背后的真相 我们先来关注下今天的疫情 截止下午美国总感染人数为 650万8718人 新增了14988人 总死亡人数为194836人 新增466人 总治愈人数为3514257人 新增3393人 排名第一的是加州 总感染人数为747908人 新增了162人 总死亡人数为13992人 新增1人 排名第二的是德克萨斯州 总感染人数为66万2859人 死亡人数为13579人 曾疫情较严重的纽约州 新冠疫情继续保持稳定 州长库默在9月10日表示 全州新冠病毒检测 总数已超过了900万次 检测阳性率已经连续34天 低于了1% 州政府数据显示 全州总住院人数 ICU住院人数和插管治疗人数 小幅度的低于了波动 9日添加死亡7人 全州9日共检测将近77000次 757人呈阳性 阳性率为0.98% 此外 州九类管理厅和州警寓意 执法小组9日共检查了 纽约市和长岛的901处餐厅和酒吧 仅发现一起违规事件 位于曼哈顿 根据日经亚洲评论9月9日报道 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 以及中国第一家3D快闪 记忆体制造商长江存属等企业 为应对美国接下来可能有的材质 已经立下目标了 尝试在制造过程中 导入本土和非美国设备 多名消息人士说 一些国有芯片厂已经落实这件事情 消息人士透露 中国芯片囤积相当于好几年的库存 报道称 中芯将尝试年底之前不再使用美国设备的情况下 尝试生产40纳米芯片 三年后希望以同样的方式生产出更多的28纳米芯片 从5月以来长江存储每月都提高使用本土设备材料的比率 目标是让本土的供应商设备比率比目前30%提高至70% 该公司已提交了数个月订购的2021年的扩展机器 估计是预期中美贸易战即将来临的一步升级 消息人士称随着美国政府封杀范围扩大至微信海外版和TikTok等 严禁依赖美国的中国芯片制造商 被美国切断供应的威胁越来越大了 中国一直是芯片进口的大国 仅2019年来中国芯片进口金额就达到了3040亿美元 中国国务院发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芯片赐给率要在2025年达到70% 而在2019年中国芯片自给率已经给达了30%左右 在政策的大力推动下 芯片产业有很大的国产代替空间 整个中国芯片行业市场化发展程度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美国时间9月10日 针对蓬佩奥批评中国日报拒绝刊登 美国驻北京大使布兰斯塔德的文章 人民日报发表声明表示强烈的抗议 强调不刊登布兰斯塔德的文章是因为内容漏洞百出 与事实严重不符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在记者会上 就此事件做出了回应 美方的举动完全是精心设计 故意碰瓷找茬 而还说美方希望发表文章是设假 是假 设局栽赃中方才是真 针对此事 中民日报表示 人民日报表示 8月26日 美国驻北京使馆主动联系人民日报 提出要求在9月4日前刊登布兰斯塔德的文章 希望8月27日得到答复 并在来含中明确表示 美国驻华大使馆认为文章全文刊发不能做任何的修改 尤为重要 人民日报回复美国使馆表示 由于美国使馆已布兰斯 塔德发来的稿件内容漏洞百出 与事实严重不符 人民日报有权决定是否刊发 集合时刊发投稿 有权对投稿 做必要的修改和编辑 也有权拒绝刊发 有明显事实错误和充满偏见的文章 这是新闻行业准则 也符合国际惯例 对于蓬佩奥的批评 人民日报表示 美方此举纯属恶意挑衅 言背了事实 美方应立即纠正 有关的歧视做法才行 确实保障中国媒体 驻美记者的安全和权利 停止对中国媒体的攻击和抹黑 在记者会上 赵立坚也表示 美国的一个政客 一面以人民日报等 中国媒体是中国共产党 所谓宣传机器为由 对他们进行蛮横的打压 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们眼中的 宣传机器作为美方虚假宣传 恶毒攻击中国政府 有关做法 既逻辑混乱又霸道无理 美方应该停止造谣撒谎 抛弃霸凌的做法 应该以实际行动 遵守新闻的自由 美国时间9月10日 根据综合报道 以往每年的9月 应该是中国留学生们 来赴美的旺季了 但今年的9月明显不一样 一方面当然是 由新冠疫情的影响 另一方面则是由 川普政府持续收紧 留美签证 断崖式下跌 据统计和去年的7月 同期相比 今年赴美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们 拿到F1签证的数量 竟然只有了145个 同比去年7月的21781个 连零头都不到 下滑了99.3% 第二北京上海广州 三大美国领事馆发出的F1签证 加起来也仅有三个 上海更是提交出了零的成绩 这万签证也有五个 相比去年的7月 北京发出的F1签证有6717个 上海和广州分别是7156和4436个 不论是以新加坡 不论是以新加坡日本相比 还是与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相比 中国大陆留学生获得F1签证的数据 都非常之惨淡 美国国务院统计显示 2020年7月 新加坡货批的F1J1签证总数分别为217和11个 这一数据相比去年的371和183个 虽然数量也出现了下滑 但下滑的幅度并不是很高 下滑幅度与中国最接近的那是日本 日本2020年7月 货批的F1J1签证数分别为419和71个 不过日本相比去年同期也只下滑了86%和95% 不仅在总数上高于了中国 下滑幅度也没有中国那么大 如此看来 在限制赴美留学方面 美国对中国的大陆留学生的限制 似乎格外多了一些 而留学生签证数量的大幅度减少 也将意味着 今年开学季 即使很多学生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也将难以顺利的入学 令人担忧的是 按照目前和川普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态度 接下来赴美留学打算的中国留学生们 求学路恐怕更加艰难了 就在上周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接受美国电台采访时 直言透露 川普正在考虑针对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进行限制 并表示在未来的几周和几个月内 会有针对中国的新行动 川普政府即将取消对国际旅客 新冠肺炎加强筛选措施 并取消15处机场的特定国家来访者规定 路透社表示所见的草案显示 美国官员表示 这项改变最快将于14日生效 但也可能延迟 川普政府1月起加强筛选机场入境武汉旅客 过去几月来 更多机场强化来自高风险地区的旅客 减益措施 美国机场出现了大排长龙且拥挤的情况 路透社指出川普政府2月在要求筛选赴中国 英国巴西伊朗和欧洲深根国家的旅客 禁止大多数曾到前述地区 非美籍公民访美 针对这项改变 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 将问题抛给了国土安全局DHS 联邦运输安全局TSA官员表示 在15处机场筛选67万5000名旅客中 确诊者不到15人 截至8月底 美国机场平均每日处理6750名旅客 入境者通过目测体温旅游声明和回答问题等 简易评估身体不适者进一步的受减 美国航空 达美航空和联合航空的美国航空协会 支持可能即将颁发的新政策了 珍惜筛选资源应用在最适当之处 考虑CDC在15处机场有潜伏健康问题的旅客人数之低 不再以为需要持续筛减 路透上月有说 川普政府要求航空公司搜集迪美的国际旅客 接触追踪数据 但今年有可能不太可能实行了 美国记者专家作家卡罗尔曾在2019年控告总统川普 在1990年曾在曼哈顿的一家百货公司更衣室内性侵他 目前美国司法部表示 川普私人律师团队将替代他进行辩护 此举动既受到了外界的批评 认为川普利用政府资源处理上任前的私人事务 但依法部对此则称 此案涉及总统上任后的诽谤 因此有权政府律师替代辩护律师 据悉 司法部的介入有可能会影响本案最终的结果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 76岁的女作家卡罗尔 2019年指控川普 1990年在曼哈顿的一家百货公司更衣室 性侵她 指责川普目前未曾见过她的言论是在说谎 然而美国司法部在8日公开表示 卡罗尔的指控涉及到对于总统的诽谤 因为将以政府律师接待川普的私人律师 因此进行辩护 司法部的律师在递交法庭的文件中写道 川普目前作为美国总统 他否认认识卡罗尔 因此依照法律 政府律师将替代辩护律师 据悉 政府律师替代辩护律师 所有的费用将由国民的纳税前支付 卡罗尔的律师接获信息后发表声明 司法部介入此案的行为令人震惊 简直就是利用美国政府的资源 来处理私人的法律事务 他的律师表示 川普利用美国政府的权利 为个人的不当行为逃避责任 这一切便可能再度显示出 川普想阻止真相浮出水面 做出多少努力 德州大学法系学教授说 司法部任何政府官员 进行私人事务辩护 已经是相当罕见的行为了 他分析 如果负责此案的联邦法官 同意司法部的论点 那基本上卡罗尔的诉讼 就等于是败诉了 有许多曾任职于司法部或是 现任司法部的律师 对此也表示忧虑 他们都对这件事感到震惊 他们认为身为一个总统 对指控他性侵的女性进行 冒言冒的评论 不该是一个总统该做的事情 美国时间9月10日 华盛顿州奥卡诺根郡警长办公室指出 随父母前往偏远山区度假的一名 一岁男童无姓丧生于冷泉山火 男童父母三度烧伤 荣获后由直升机送往急诊 还没有脱离险境 警方表示 一岁男童在冷泉山火中丧生 男童的双亲都有严重的烧伤 母亲还有怀孕在身 警方办公室8日下午 接到民众的报案 山林大火发生后 在偏远山区度假的海兰德一家三口 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警方表示 搜救人员后来到达海兰德一家 漫目全非的车辆被发现 但海兰德一家则下落不明 警方好力指出 由于度假小屋受到了大火的包围 海兰德一家匆忙的撤离 搜救人员9日上午在哥伦比亚河岸 巡获了奄奄一息的海兰德全家 海兰德夫妻严重烧伤 他们已对他们已岁的儿子已经没有了生命的迹象 海兰德夫妻被直升机紧急送往西雅图的海警医学中心 医生发现两人均为三度烧伤 状况危机 亲友在网站发动了海兰德家族的紧急捐款 两天内已筹得了10万余美金 捐款专业指出 海兰德一家周末期间到山上度假 度假小屋位于没有手机信号 也没有联系的偏远山区 六日的午夜被冷泉山火困住 汽车逃逸 躲到了河边 直到9日才被搜索人员找到 郝力对媒体指出 目前警方正在调查这起山火是否是因为纵火导致 如果证实有人故意放火 肇事者会因为导致孩童的死亡而面临刑事犯罪的起诉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给我们点赞 转发 留言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